周一七点不到 北京采河方小学迎来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新一周的生活开始了 对所有学生来说 周一早晨会很忙碌 早晨七点半 二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的员工们 在这块空地上集合 准备做他们坚持了 三十年的广播体操 八点离西单商场开门还有一小时 做工钱操是商场员工到港后做的第一件事 为了做操 北京的这家外企特意改造了音响设备 十点者王薇薇像每天一样 招呼办公室的同事做操 每天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做操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周一升旗仪式照例进行 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学校里 与文化知识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生》 火器 《至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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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零》 《四加零》 《四加零》等于四 《对》 《五加零等于五》 《对》 学校是广播体操推广的重点领域 从小做操是建国以后 每一代城市孩子心中 再正常不过的习惯 刘盈璐今年即将毕业 从四年级起 他就是学校的领操员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领操员的评选标准一直没有变 我们这次选择选举那三好生 它是全票通过的 挺难得的 而且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 他都积极去参加 然后他也愿意去展现 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特别讨人喜欢一小姑娘 先是带一块做操 然后体育老师在操场上 一块走 看谁操作挺好的 先给他记下来 然后再找一天的时间 把这些所有的带定的集中到一起 筛选 之后选出来那么几个 选出来那几个之后 在每天中午去训练去 之后开了荡林操员 第三套结果小学生广播体操 希望风翻 现在开始 目前在小学中推广的是 第三套小学生广播体操 它有两套动作组成 七彩阳光和希望风翻 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每天安排不同套路 其实从第一套广播体操开始 主管部门就会同期推出相应的儿童广播体操 但随着成人广播体操的被冷落 儿童广播体操也逐渐消失了 1998年国家教委重新组织编排了 第一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 整齐划一并不是孩子的天性 但集体主义的培养正通过广播操 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学生 像锻炼可能我们自己在外边 可能有随着自己的个性 我愿意去怎么锻炼 是吧 我随意地去锻炼 在学校本来就是一个集体的 按个性去发展 你愿意怎么去锻炼 那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觉得上操这个事 不是单纯的锻炼身体 而是一种行为习惯的养成 学校的精神面貌的一种体现 等等几方面 广播体操都很好地能体现出来 彩河方小学地处繁华的中关村地区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 它显得格外沉浸和古朴 学校的这座建筑据说是李鸿章的祠堂 这也为学校更平添了一番古色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 即便广播操动作再新颖 过不了几天也会觉得枯燥 于是各个学校在教育部门的鼓励下 开始自创课间操 一个偶然的机会 老师们想到了把古诗词背诵 与Rub音乐再加上广播体操混搭 于是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诗词操 对低年级肯定有帮助 因为这些我们都被拱瓜烂熟 特别简单那些时代 像低年级的还是有帮助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换一些音乐 在这个别的音乐当中呢 他也会去想到他们做操的时候 他这个节拍应该是背什么样 背哪句 他有的时候也能够从口中呢 来脱口诗书来几句 这套中西河壁 文体结合的诗词操很受欢迎 老师们希望通过音乐和诗词的不断更新 把这种形式保留下去 2011年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 小学四年级的校园体育课 及体育活动不足率高达56.5% 而另一项调查显示 只有22%的小学初中和13%的高中 能够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 广播体操从来不是学生最喜爱的体育运动 却也是唯一可以使所有学生 都能参与运动的可靠方式 二七机车厂位于北京丰台长新店地区 这里因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而得名 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迁 生产的产品怎样变化 二七这个名字始终伴随着这里 现在这里叫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全到后来 五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二七厂的广播体操在工会系统和行业内 有着极高的声誉 从1969年开始 二七厂便坚持做操 这个传统持续至今 所有来这工作的员工 入场第一项培训就是广播体操 1949年开国大典上 长新店的铁路工人徒步到天安门欢庆解放 而二七厂与广播体操的结缘 则始于毛泽东的一次视察 毛泽东对二七厂的领导 有一段攻坚操的指示 现代工业把人固定在一种工种上 分工愈细 动作愈简单 愈要注意调节 每天做广播操 每次15分钟 很有必要 就是这样的指示 使二七厂成为长胜不衰的广播体操标兵 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得天独号 一个就是它是计划经济 给我们开展搬迁操 开展推广广播体操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发生我记得 基本上我们的广播体操的 每天的出勤率 是在6% 96%以上 1996年第二届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临危寿命 更使二七机车厂的广播体操 明满天下 第二届工人运动会开幕式 团体操 连来带去 整个的准备时间是4天 就参加了开幕式团体操表演 都是工厂 一个工厂出的 这样的使我们的二七工人 它在这个方面有一种自豪 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 产品从内燃机车 到现在的铁路吊车 和大型养路工程机器 工厂的经营几经沉浮 广播体操 始终是这里不倒的旗帜 尽管现在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做操 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简单 但广播体操 已经成为了二七厂 无法更改的传统 和难以割舍的情怀 一开始不适应 特别是这次新来大学生 不会做 但是咱们有小教员 就是立马就融入这种环境之后 他们就会主动去练 二七机车厂的电器分公司 主要生产机车内需要的电器部件 这是一个有大量残疾人职工的分公司 有的是听力不好 然后有的是腿不好 有些弱智 那么体格比较健全 我们有些工作他们也能做 那么有些体残的 我们有些焊接线路板 或者检测一些电路 他们坐着也能做 有些聋哑人 他们通过助听器的佩戴 在布线一些工作也能做 接纳残疾人工作 是国有企业的义务和责任 对于并不负数和员工身体条件 特殊的电器公司 做操的确是 最异于开展的健身运动 过去的孩子都是 劳动人们家庭出身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投入到那方面 但是学校里边 从学校开始做客件操 到进厂以后做工件操 所以这广播操实际上 它对整个人的气质 或者人的精神状态 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在市场生存环境 已经迥然不同的今天 二期厂对广播体操 选择了坚持 同样是国有企业的西单商场 从1996年开始制定了 工钱操制度 在繁华的西单北大街 新的商场不断开业 西单商场始终保持着 做广播体操的传统 我们还真是一直坚持做 这可能想象不到 因为我们员工 都有一日工作流程 我们早晨上班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播放广播体操 职工器一直坚持 二十几年一直这么做 王颖2001年来到商场 因为可以给顾客 独到的首饰搭配 和再加工设计 而深受欢迎 他对做操的传统 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首先这种西原宫进港以后 尤其现在我们招进了 80相当于85后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有90后 这些人比较年轻 但是他们基本上 都是会做这种广播体操 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进到西单商场 有一种熟悉的这种氛围 做操 早督导 开门营业 成为了西单商场 早晨的固定套路 无论领导如何更替 谁也不敢挑战 做操的传统 为什么我觉得商场 能延续二十多年的历史 也是因为看中他这一点凝聚力 不管是对新员工 尤其我们现在这种厂家 外派的员工比较多一点 这种凝聚力的作用很强 几十年里 广播体操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一种企业管理手段 他把各个年龄段的员工 融合到一起 提示大家早晨不要迟到 更要以清醒和饱满的态度 面对顾客 无论是二七厂还是西单商场 作为国有企业 自然是广播体操推广的重点领域 但一家外企执着的要求做操 一定有他们的理由 其实最早大家还是有点不放松 不是太好意思 要看说别人站起来了 我才要站起来 慢慢地大家就会 把它当成一种习惯 甚至有一点期待 然后到点广播体操音乐 想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办公室 整体的氛围 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氛围 本来非常紧张 非常严肃的一个办公室的氛围 突然之间变得非常轻松 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对公司的整体的这种凝聚力 我发现也有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提高 这是一家 以日用品生产销售为主的 跨国企业 他们认为做操 广播体操是企业融入中国社会的良好途径 很多外企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 加强团队建设 广播体操就是这家公司选择的方式 使企业本土化 也证实这家公司经营者坚持的理念 公共事务部的王威威 为广播体操比赛的事已经忙活了好几天 她已经联系好了30位参赛员工 您好 刘老师 我是王威威 您现在到什么位置了呀 今天下午一位专业的广播体操老师 将要来到这里 为他们进行培训 北京市总工会发起了 全市非公有之企业广播体操比赛 为了展现公司的精神风貌 和对广播体操的支持 他们也组织了队伍参加比赛 广播体操比赛兴起于上市的80年代 当时为了更好地推广这项运动 一些单位和组织吸取了竞技体育的经验 使广播体操竞赛化 各种比赛不断入线 在老师眼中 这些人的动作极为不标准 因为比赛标准的广播体操动作 是要比创编者本人做的示范 还要再标准 在以前广播体操很少有集体比赛 也就是做做操 但是不比赛 有时候有个表演什么的 也不会有评比 到了第八套开始 动作简单了 而且提出事于比赛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当时我都没有想到刚看到比赛的时候 那个动作已经超出平常锻炼的样式了 就有点感觉每一动都有点像仪仗队似的 参加比赛的广播体操动作和健身的初衷 已经没有任何关联 这当中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人们 做出一套更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 一 二 三 四 它有这个动作 你就把那个点找到 否则的话它到这儿就乱七八糟的上去 下来就 一 大 二 一的后半拍让它上去 二的时候弯曲背 大家都在一 大 都上去 二 接着做的连起来 预备起 一 二 它不就起了吗 五 六 七 七 包括最后一节整理运动也不是放松的 按说整理运动是运动量降下来 然后放松进入一个平静状态 而这个由于比赛呢 最后一拍都像在冲刺一样 五 六 比赛形态的广播体操已经完全失去了健身的本意 而彻底变成了一种竞技行为 但或许正是竞技化 才使广播体操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 继续保持着独特的生命力 共有71支队伍 1500多名职工 参加首届北京市非工企业广播体操比赛 这其中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公司 军事化的集合方式 高度规范的广播体操动作 在这一刻 所有参赛选手推翻了平时人们 对私企外企员工的想象 他们都在尽最大的能力 努力表现着整齐划一 就要轮到自己上场了 虽然一共只合练了四次 但已经坚持做操近两年的他们 还是对比赛结果很有信心 参赛各队水平参差不齐 动作最刚进整齐的队伍 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广播体操比赛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在历史的惯性中 接受并发展的广播体操 所要求的横平数值与步调一致 不管是国企还是外企 会通过这个比赛 能够更广泛地推广 而且能够把这个人 对广播体操的感觉 它不一样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管是什么哪一个年代的人 集体主义的东西 这种团队的意识都是需要的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大的公司 一些大的集团 在中国 任何一个单位 任何一个集团 任何一个企业 它都在要培养自己的一种企业文化 它也都要讲究一个团队的精神 团队的合作意识 我觉得广播体操跟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吻坏的东西 比赛评判相当透明 因为作为比赛赞助商 他们也只获得了二等奖 王薇薇终于松了口气 老板交给的任务 还算圆满地完成了 广播体操在社会的很多领域正常地发展着 做操的人们接受了广播体操的特性 并对它加以改造 不管怎样 明天广播体操的音乐 还是会在各个地方准时响起 画家刘大宏二十年前就创作出了第九套广播体操 健身教练孙彤彤给人们讲解时尚 留学生刘畅习惯了美国人天天跑步 因为我们从小都觉得美国人就特别爱锻炼 而上海的广告公司 被吸引眼球创造了雷人教练 敬请关注下一集 终结还是再继续